大家好,这里是麦克云克棠,我是修康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苹果专业剪辑软件 Final Cut Pro X的入门教程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软件的特性和优势 影片的内核是故事 为了在剪辑的时候更专注于故事情节 Final Cut Pro X为你预留了一条深灰色的主要故事线 我们可以把影片的情节铺设在上面 这些添加进去的片段会自动的手尾相连 组成我们要讲述的故事 如果要对故事进行修改 比如来一段盗序 我们可以直接拓拽时间线后面的片段 插入到之前的故事情节中 在你调整时 所有片段都会像磁铁一样吸附在一起 补充或者让出时间线上的空隙 所以不会破坏时间线的连贯性 在剪辑的中后期 我们不仅能够调整主时间线上面的视频片段 那些已经设置好的字幕 比如辅助镜头 音效等 都会吸附在时间线的片段上 随它一起进行变动 这就是Final Cut Pro X的磁性时间线 可以让你更加专注于故事情节的编排 而不用在琐碎的片段调整中花费心理 剪辑最怕的就是软件崩溃 对于新手来说 这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为了避免软件崩溃再来的损失 很多朋友在使用剪辑软件时 都养成了定时手动保存的习惯 这会打断你的思路 影响剪辑效率 Final Cut Pro X在这方面就非常有优势 它首先很稳定 几乎不会出现崩溃的情况 即使你遭遇了突然的断电或者死机 所有的操作都是及时保存的 重新开机进入软件之后 刚才剪辑的片段都会整整齐齐的还原在你面前 另外它还有自动备份的功能 如果运气实在不好 资源库最终还是出错了 可以通过自动备份的文件来还原 因为Final Cut Pro X的稳定信号 几乎不会崩溃 所有操作又都是及时保存的 所以在文件界面 苹果都没有给它安排一个保存的按钮 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软件崩溃或者意外断电了 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剪辑里面 在苹果的调教下 Final Cut Pro X非常容易上手 一个完全没有剪辑基础的新人 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能掌握它的主要用法 开始独立制作影片 虽然操作简单 但是Final Cut Pro X并没有牺牲其专业性 作为Premial之父 兰迪·乌比罗斯的风扇之作 Final Cut Pro X从1999年诞生以来 就在影视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很多中小型的工作室 用它做主力工具 性价比和工作效率都很高 在大型的影视制作环节 Final Cut Pro X也是众多剪辑师的最爱 比如2019年火遍中国的 由易烊千玺和周东宇主演的《少年的你》 就是由剪辑师张一博操刀 使用Final Cut Pro X剪辑的 而新进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韩国电影《寄生虫》 在剪辑环节也是用Final Cut完成的 接下来我们从软件的功能区域找手 了解一下Final Cut Pro X的操作逻辑 我将其使用的是10.4.8这个版本 我非常建议所有人都将Final Cut Pro X的软件版本 升级到10.4以上 因为这个版本新增了色轮等调色工具 并且支持H.265格式的导入和剪辑 打开软件界面 所有的布局排列都非常直观 可以用最简单粗暴的使用方式 快速开始剪辑 就是像我这样把素材全部丢进去 不过当你自己上手剪辑一段时间之后 会发现有些事情完全没有讲得那么顺利 因为很多新手没有彻底搞清楚资源库 事件和项目的关系 每次剪辑都是在误打误撞中开始的 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左上角 这个由四个小星星组成的图标叫做资源库 它是Final Cut Pro X里面 个头最大 包罗万象的存在 里面可以装影片素材 渲染文件 事件和项目 我们能在仿达的影片编栏里面找到它 如果你在这里面没有影片的显示 不要担心 点击仿达的偏好设置 编栏 勾选影片 它就会出现了 回到Final Cut Pro 我们已经知道 这四个小星星代表着资源库 把它展开 会看到这些由一颗星星构成的文件夹 它们就叫做事件 因为层级关系一目了然 又加上图标看起来非常直观 认出资源库和事件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还没有到放松的时候 每次剪辑 你除了接触资源库和事件 还肯定会创建一个叫做项目的东西 并且不论是新建项目 还是新建事件 弹出来的界面几乎一目一样 你既可以从资源库里添加视频到时间线 也可以从事件里面找到同样的视频片段 这些细节对新人来说其实挺迷惑的 看到这里如果你有些晕的话 千万不要灰心丧气 接下来我会用最简单直观的方式 为你解释清楚 素材管理不仅是使用Final Cut Pro的重点和难点 也是学习所有专业软件时都会面对的问题 趁着大家注意力还集中 我们一起过了这个坎 后面就没有什么难的了 剪辑视频就好比做饭 我们拍摄的视频片段就是做饭时所需要的原始食材 比如我今天打算做四个菜 红烧五肠鱼 青椒炒肉 青炒小白菜和西红柿鸡蛋汤 三菜一汤两混两素 哎 不错吧 去超市一次性采购所有的食材装在一个购物袋里面 包括了扁鱼 猪肉 白菜 西红柿 鸡蛋 也有辅料 像大蒜 香葱 青椒之类的 这些食材对应的就是我们的视频片段 而这个装着所有食材的购物袋 就是Final Cut Pro的资源库 回家以后呢 肯定要对食材进行分类处理 方便后续炒菜用 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按照菜名来划分 扁鱼和香葱会放在一起 青椒猪肉会放在一起 白菜和大蒜会放在一起 西红柿和鸡蛋放在一起 相当于我们把一个购物袋的食材 按照用途分成了四组 这分成的组在Final Cut Pro里面就叫做事件 它代表了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或者任务 我在Final Cut Pro里面创建了一个资源库 叫做晚餐 这个资源库里面包含了制作晚餐所需要的材料 因为计划炒四个菜 所以创建了四个事件 分别叫做扁鱼香葱 猪肉青椒 白菜大蒜 鸡或鸡蛋 并且在这些事件里面导入了相应的素材 接下来就可以炒菜了 炒菜的过程就是把原始材料混合加工的过程 在Final Cut Pro里面 像炒菜一样能混合视频素材的东西 叫做项目 没有项目 就只能对着素材甘腾炎了 如果我要在西红柿鸡蛋这个事件里面创建项目 叫什么名字好呢 如果只有一个菜 西红柿鸡蛋汤 那么项目就叫西红柿鸡蛋汤 事件名称也可以从西红柿鸡蛋 更改为西红柿鸡蛋汤 如果我想用手上的食材做两个菜 比如西红柿鸡蛋汤和西红柿炒鸡蛋 那么就需要创建两个不同的项目 用不同的名字来区分它们了 在实际剪辑中你的粗简 精修 集锦 都可以用不同的项目来表达 另外呢 这个项目虽然创建在西红柿鸡蛋的世界里面 但它随时可以借用这个资源库里面 其他事件的素材片段 比如我可以在西红柿鸡蛋汤出锅以前 把扁鱼香葱事件里面的香葱 抓一把 撒在它的上面 甚至 我还可以打开昨天做饭的资源库 在里面找一些生姜 扔到项目的时间线中 如果你觉得西红柿鸡蛋很好吃 每天都想吃到 那么以后不需要去超市采购 只需要打包复制之前资源库里的事件 转移到未来做饭的资源库里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在做视频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音效文件 水音图片等等 就可以创建一个事件 每次从旧的资源库 复制到新的资源库里就行了 所以说资源库事件和项目 会根据你具体的任务不同 而有些变化 如果你是剪辑Vlog 资源库的名称可以叫做 我的Vlog2020 里面的事件 就按照每一期节目分类 项目可以根据发布的平台 做一些长短不同 视频比例不同的版本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内容需要填充 资源库事件项目 都叫一个名字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根据我的了解 很多人在介绍翻译卡的Proton时 在资源库这块都是一笔带过 那为什么我要花如此重的笔墨 费心费力的介绍资源库 事件和项目呢 因为它们作为你每天都要接触的东西 如果理解上面存在任何的疑虑 或者不确定 都会在潜意识中影响到 你对软件的驾驭和使用体验 所以我希望你在看完本教程后 能以最好的状态去理解和使用它 除了经常需要出去买菜之外 你的厨房里面肯定会常备一些调味料 比如油盐酱醋 那么这些安装在翻译卡的软件里面 可以添加到不同资源库里的素材 就是左上角的音效 字幕 以及右下角的转场和效果 厨房里面除了一个炒菜的锅 我相信大家还会备由烤箱 微博炉 高压锅等夹点 来辅助处理食材 在Final Cut Pro里面也有类似的区域 就是右上角的检查器 可以对视频的尺寸进行裁剪 或者对颜色进行调色 声音进行降噪等 最后 我们来看看Final Cut Pro 在布局上面的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根据剪辑中工作流程的不同 打开关闭一些面板 调整各个区域的大小 合理利用屏幕范围 比如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我在剪辑时常用的面板 我们还可以把调整好的框架 存储为工作区 这里你可以看到我自己存储的 筛选素材工作区 和调色工作区 如果你觉得自己搞砸了 点击默认工作区就可以还原 在熟悉界面之后 我们进入素材导入的环节 这个过程可以很简单 点击这个按钮 选择装有素材的文件夹就OK了 也可以进入文件夹 按住Command 手动选择了您要的文件 或者选择第一个文件 按照Shift再点击最后的文件 就能快速多选 还可以像我之前演示过的 把素材全部丢进去 现在我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刚才这些步骤 有没有你觉得不对劲的地方 时间到 问题在于当我把手机 或者相机存储卡接到电脑上时 并不存在一个文件夹 可以直接让我复制粘贴 所以这种保存好的文件 是怎么从拍摄设备里面弄出来的呢 使用Findcard Pro默认的导入功能 是可以把素材从存储卡里 直接导入到资源库进行编辑的 但是如果你想更科学的管理视频素材 我建议你使用图像捕捉 就能非常方便的帮你把手机 或者相机存储卡里的照片和视频 传出到电脑的文件夹里 使用图像捕捉导出文件后 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Findcard Pro的导入界面 把注意力放在右边 首先需要大家做出选择的 是把素材导入到哪个事件里 通过刚才的学习 再次面对事件和资源库时 大家应该都能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了 对于大部分新手来说 直接添加默认的事件就可以了 接着往下看 后面这个选择挺重要的 把文件拷费到资源库 那么我们的试行素材 就在电脑的文件夹 和资源库里面有了两份存储 右键点击仿达里的资源库 显示包内容 可以在资源库的文件夹里 找到这些原始文件 如果你对自己的文件管理能力不够自信 或者是视频剪辑的新手 我非常建议你选择第一个 拷费的资源库 这样当你剪辑完毕后 可以像转移文件一样 把整个资源库都移动到外置硬盘归档 不用担心素材片段损失 并且还可以在外置硬盘里面 打开这个资源库进行剪辑 当你有一套非常成熟的素材管理方案后 选择让文件保留在原地 就能大大减少资源库占用的存储空间 所有原始素材都存储在外置的磁盘或者阵列里面 特别适合团队合作剪辑 这样做的风险是 如果你的原始素材丢失 在Findcard Pro里面 丢失的片段就会变成红色 造成时间线的破损 大部分人都不需要勾选关键词 如果你存放的素材 已经用文件夹和标签的方式 添加了机位 拍摄设备 中进景等原数据 勾选它们之后 就会帮你把文件夹和标签的原数据 转化为资源库里的关键词 在剪辑的时候 可以更快地对片段进行筛选 音频角色用默认自动 下面这个转码很关键 要综合考虑你的剪辑环境来选择 长话短说 视频上大多数的拍摄设备 所记录下来的视频 都采用的是针尖编码格式 比如H.264 这种编码会在画质损失较小的前提下 压缩视频体积 以方便 存储和传输 这些视频在播放的时候 机器会在后台解码还原画面 这个解码的过程会占用CPU和显卡的运算能力 我们手头的设备 比如手机和电脑 在播放这些压缩过的视频时 完全感觉不到任何的吃力 但是在剪辑软件里面 你反复浏览片段 以及添加一些视频效果后 电脑的运算压力就成几何指数的增加 需要反复解码 消耗的算力 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始的视频素材 一劳永逸的 一次性转化为压缩率较小 电脑读起来比较容易的针对编码的方式 比如ProRes 这样当我们浏览和处理素材时 电脑的压力就会小很多 也不需要重复解码浪费算力了 并且这些操作不会对你的原始素材做任何改动 在实际使用中 如果你的素材是H.265编码的视频 一般都需要转码后才能留上剪辑 虽然转码好处多多 但是我仍旧不建议新人勾选这个转码选项 因为转码以后有一个等待的时间 还会额外占用磁盘空间 更重要的是 从英特尔第四代CPU开始 计算机芯片支持QSV技术 对解码和编码都有很大的帮助 Final Cut Pro对英特尔的QSV技术支持是非常优秀的 可离到新手的工作压力都不大 我建议先不要尝试转码 如果真的卡顿严重 再勾选这个创建代理媒体 或者手动转码都来得及 最后这个分析和修正一般都不需要勾选 点击全部导入 我们这个阶段的操作就完成了 除了刚才介绍的常规导入方法 我每次还会把视频或者音乐素材 从文件夹直接拖拽到时间线里 这些从文件夹拖拽进来的视频片段 一下就进入到时间线里 并没有出现什么转码关键词的选项 我们可以在Final Cut Pro的偏要设置导入里 做一个默认的更改 这个设置会对所有导入的素材 包括从文件夹里拖拽进的素材统一生效 导入素材后 我们就能创建项目开始剪辑了 在创建项目时 如果你使用自动 项目会分析第一个添加进时间线的视频 用那个视频的分辨率 帧率创建项目属性 使用手动就可以自定义这些数据 项目的属性 就是你最后合成输出视频时所拥有的属性 比如分辨率 视频比率 帧率等 你导入的素材分辨率是4K的 格式选择4K 那么最后输出就是4K分辨率的影片 选择1080P 即使你的素材是4K 最后输出的还是1080P分辨率的影片 但是如果你的素材是1080P分辨率的 项目选择4K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同样是1080P或者4K的视频格式 还有好几种不同的分辨率选择 这个就是视频的长宽比 主流设备和视频网站都是16比9的比例 所以一般用默认的分辨率就可以了 如果你剪辑的是抖音这种数视频 需要自定义 把传统分辨率里面的长宽数据交换一下 就获得了一个数视频的项目 最后这个速率其实就是你影片的帧率 因为高帧率播放的平台仍为普及 在线视频的码率也不够 其他多数情况下 我们选择25或者30就可以了 如果不清楚自己素材的帧率 可以在资源库里选择你的视频 点击这个信息检查器 就能查看视频的分辨率和帧率了 视频的帧率是60 速率选择30 这样你在剪辑的时候 你的素材就可以拥有 无损0.5倍慢动作的操作空间 其他的选项用默认 我们就创建好了一个项目 并且在软件的界面下方 拥有了一条可供我们创作的时间线 接下来我们将要浏览导入的视频 并把它们安排到时间线上 公寓善息室必先利息器 点击这个图标 就能根据你的任务 调整片段的大小以及长短 直接拖拽 就能把整个片段移动到时间线上 如果觉得视频太长 框选其中的一部分 再进行拖拽就没问题了 这种靠直觉的操作看起来不错 但是如果理解不深 总有一天会碰钉子 比如现在我想要选择片段的一部分 但是移动光标左右选择时 却变成了往下拖拽 而不是更改选择范围 又或者呢 我想要把这整个视频移动到时间线上 却发现没有办法挪动它 不停地在框雪范围 在你熟练以后 一般不会遇到这种尴尬的情况 但是对新人来说 这种问题应该挺常见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使用下面这个 既传统又高效的片段选择手法 按下键盘上的i 就是单词in的缩写 我们管它叫做入点 继续拖动光标 找到结尾的部分 按下键盘上的o 及单词out的缩写 我们管它叫做出点 这个时候你又做好了片段的选择 接下来呢 按下快捷键e 就能把你的视频添加到时间线上 你可以重复这个操作 i o 确定范围 e添加 i o 确定范围 e添加 很快 这几个片段就按照顺序 首尾相连的排列在时间线上了 很多人习惯呢 拖动光标左右滑动来查看素材 这里我推荐使用一组快捷键来操作 会方便很多 按下l 它就能向前播放 按下k 它会暂停 按下k旁边的j呢 会倒转 如果觉得速度慢了 可以连按两下l 它就能快进 连按三下l 它就能以更快的速度 快进 并且这个是跨越片段的 如果你添加的时候 不想要声音 只想要视频 或者说呢 只想保留声音 不想要视频 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更改 将视频片段添加到时间线 除了快捷键e之外 这里还有额外三个按键 都是为了提升剪辑效率而存在的 比如这个q就经常用到 添加字幕的时候 首先把光标移动到需要添加字幕的位置 找到合适的字幕 按下q 字幕就快速的添加在时间线的上方了 另一个快捷键是w 当你需要在两个素材中插入片段时 按下w就能快速插入 最后一个快捷键d呢 大家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对于新人来说 使用场景相对有限 这里就不介绍了 刚才演示的 就是将视频片段添加到时间线的基本操作 如果你的熟练度和素材量上来以后 可以学习进一阶的个人收藏和关键词 这两个功能绝对是Final Cut Pro里的神来一笔 令无数剪辑师为之倾倒喜爱 现在来到时间线 我要着重讲解一下 视频剪辑里面一个非常基础 有很重要的知识 那就是视频片段的概念 我们可以通过拖拽片段的边缘 向内缩短 向外拉长 当我们拖拽的边缘变成红色时 即表示该片段 已经到达原始素材的极限位置 所以 时间线上面一个看起来很短的视频 并不代表它本体就很短 我们不仅可以通过拖拽边缘 让它伸长缩短 还可以点击修剪工具 左右拖拽 卷动整个片段 这就像你在拨动行李箱的密码锁 一旦你get到了这种感觉 就能很好的使用工具来处理片段了 说到工具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切割工具 剪辑剪辑 核心就在于剪开片段 只要把切割掌握了 你的剪辑效率就能大大提升 点按快捷键B 也就是因为单词不类的缩写 光标会变成一个刀片的形状 用这个刀片点击片段 就能把片段切割成两部分 这个时候切换到选择工具 然后点击不需要的片段 点按Delete就能删除 如果你不切换回来 在选择不要片段的时候 就会不小心再切一刀 在剪辑时 因为我们会用到各种工具 所以使用快捷键切换效率会高很多 这些切割的片段 我们同样可以通过拖拽边缘 把它们都还原成之前的模样 形象的想 切片段就像切海星 即使被分开 剩余的片段也拥有还原成本体的能力 分割片段在剪辑中极为重要 所以剪辑软件里面 添加了很多种工具来达到目的 根据不同的场景 选择效率最高的工具 是剪辑师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这里我演示一个最最基本的操作 就是把这个片段 前面一部分去掉 你可以暂停视频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来操作 可以用多少种方法达到目的呢 现在我们开始 作为没有任何剪辑知识的新人 可能会自己摸索着 拖拽片段边缘来剪辑 我不是说这种拖拽的方法不好 各有用途 接下来我使用快捷键CMND加Z 还原上一步操作 刚才消失的片段就自动恢复了 这个快捷键非常重要 大家要记住 除了直接拖拽之外 我选择片段的边缘 在英文输入法的状态下 按住逗号和句号 也能延长或者缩短片段 如果觉得速度不够快 同时再按下Shift 就能以一次时针的速度快速变化 当然 还可以使用刚才登场过的切割工具 点按快捷键B 再点击切割点 然后用选择工具 点击片段 敲击Delete删除 如果你再熟练一点 按下快捷键B以后 不要马上松开 切割成功后再松开按键B 刀片会自动切换成刚才的选择工具 还有一种类似的方法 首先将你的光标移动到切割点 按下快捷键 CMN加B 同样不需要切换回来 片段就成功切割了 我们还可以用范围选择工具 达到目的 按下快捷键R不松 选中片段 点击Delete删除 大家发现了吗 使用切割等工具 可以精确定位切割点 但是最后 多了一个选中片段 删除片段的步骤 而用最开始的方法拖着片段边缘 虽然速度快 但是要精准定位到某一个点时 就没那么方便了 如果既想要精确的定位切割点 又不愿意多一步点击删除 有没有办法呢 有的 将红色的播放头移动到切割点 英文输入法的状态下 按住Option加左括号 就能快速删除播放头左边的片段了 虽然Option加左右括号很好用 但也不是万能的 对于新人来说 一开始不需要把这么多东西都掌握 能熟练运用CMN加B切割片段 就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了 就像你玩王者荣耀 拿了原格和理性 技能再多 用不好也是白搭 还不如用压策起手 至少能愉快地和小伙伴一起玩耍 刚才讲的都是主时间线上面的片段操作 现在看一下时间线以外的这些片段 不论是上面的字幕还是下面的音效 都延伸出来一个小针 吸附在主时间线上面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 它们会随着主时间线片段的变化一起移动 我们还可以用快线键Q 把视频叠加在主时间线的上方 这样当播放头走到这个视频的位置后 画面会从主时间线跳转到上面的视频 这种时间线上面的视频就叫做B肉 在视频采访或者Vlog插入空镜的时候 都会频繁使用这种解析方法 很多人在操作时间线的时候 都会遇到下面这个问题 删除主时间线上的视频 会把连接的片段也一起删除 不要担心 刚才我们讲过 切割一个片段都能找到那么多种方法 为了保护剪辑的时间线和素材片段 在这些问题上面 苹果设计了很多的功能来给你灵活操作 这里我就演示一种 按住option command再加delete 就能在删除主时间线片段的同时 保留它的B肉 接下来我为你讲解一下视频的速度变化 点击这个速度表 就会弹出各种速度选择 熟练以后 我们直接在片段上面使用快捷键 command加r 就会弹出一个速度条 将光标移动速度条的边缘左右拖移 就可以改变片段的播放速度 我们也可以点击速度显示旁边的箭头 使用自定的方法 精确调整速度 利用快捷键 shift加b 可以把片段速度切割成不同的部分 分区调整它们的快卖 这里要注意的是 如果想无损的放慢视频片段速度 视频片段的帧率要足够高 比如这个30帧的项目 需要有60帧的片段 才能无损的以50%的速度慢法 大部分拍摄设备都能调整拍摄的视频帧率 比如iPhone 你就可以在设置 相机 录制视频里面看到不同的参数选择 在调整速度后 时间线的顶端会出现一些白点 一般来说 你对视频做出改动 比如添加效果 编换速度 肯定会反复浏览和再次调整 这个时候 电脑会在后台分析和运算 以保证你能在时间线上流畅的操作 如果你觉得操作卡顿了 那可能是电脑的运算能力 你无法保证你的预览效果 可以点击修改 渲染锁显部分 渲染完成后 这些白点的提示也就会消失 从而大大改善片段的预览流畅度 如果你的操作不卡 就没有必要管它了 既然聊到的渲染 有个地方不得不提 那就是在Fundercut Pro的偏好设置 播放里面有一个后材渲染的选项 我建议大多数人关闭这个功能 因为性能好 有独显的机器 普通素材不用开渲染 也能比较流畅的预览 性能不好的机器 你每次移动光标的时候 都会打断渲染的进程 反而影响到系统分配运算能力的效率 不如根据情况手动渲染片段 我个人觉得这个功能 是在使用高性能的机器 处理复杂任务的时候 开启比较适合 导入视频时的所有专码文件 还有刚才渲染的文件 既不会影响你原始的素材 也不会影响最后的导出 就是为了让你在剪辑的时候 有一个流畅的操作体验 所以在剪辑完成后 把这些渲染文件 代理媒体文件都删除 大大减少你硬盘的空间占用 现在把注意力放在整条时间线上 我们可以在触控板上 捏合进行时间线的放大 或者缩小 如果你使用的是一体机 可以用command加号 command-减号进行调整 时间线放大以后 你就能看到更加细节的东西 按下快捷键Shift加Z 就能将刚才放大的时间线 瞬间完整地成型在你面前 方便你在时间线的不同步骤 快速切换 这里还有一个片段外观调节的按钮 可以更改时间线的多种形态 一般来说用默认的就可以了 但是呢 在这个按钮的左边 有几个图标非常关键 有时候当你发现操作不对劲的时候 就要看一下是不是误触了这里 导致有些功能关闭了 C负的快捷键是N 我觉得99%的场景下 都需要开启这个C负的功能 它既能让片段对齐你的播放头 也能帮助片段之间对齐 当你根据音乐的节拍 用快捷键M打上标记以后 利用吸附的功能 就能非常方便的调整片段的长短 制作音乐视频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发现片段失去了吸附效果 那么就要来这里检查一下 是不是因为自己误触导致的 再来看看左边这个音频视频浏览 它就是Final Cut的时间线里 这根红色浏览头的开关 关闭以后 你晃动光标 就不能实时预览片段了 后续各种操作都会非常不方便 因为它的快捷键是S 所以也有误触的可能 接下来讲一下时间线上面声音的操作 在音频的两端有一个调整点 向内拖动就能让音频渐弱 用R选中部分音频然后上下拖拽 就可以调节局部的音频大小 选中整个时间线 Ctrl加号或者是减号 就可以精确的调节音量的大小 当然 在检查器的音频里 也能输入精准的音量数值 我们还可以打开音频的指示器 在音频播放时 它会用量化的方式显示音量的大小 基本上来说要保证综合音量在-6到0之间 最后再讲讲字幕转场效果和调色 点击字幕边栏就能看到所有的字幕 系统自在的这个3D字幕很棒 按下Q字幕就出现在了浏览头的右边 并吸附在了时间线上 如果你想让字幕添加到浏览头的左边 按下Shift加Q 如果你想在添加字幕的同时 就已经确定好字幕的长短了 使用R框选片段 按下Q 字幕的长度就能精准控制 在右上角检查器里面 我们还可以修改字幕的文本 调整字体大小颜色等信息 你也可以双击字幕 直接在检视器上面打字修改 修改完成后 如果按回车是换行 按下Command加回车 就能快速退出编辑状态 我们还可以通过拖拽 很直观的调整 它们在视频里面的位置 按下快捷键Ctrl加T 就能直接添加最常用的基本字幕 是不是挺方便的 在时间线的右上角区域 我们能为片段添加效果和转场 先说效果 一直需要在效果界面移动光标 就能预览片段在不同效果下的表现 找到合适效果后 你可以将效果拖拽到片段上 但我更加推荐的做法就是 直接双击 就可以自动添加了 在右上角的检查器里面 可以对这个效果进行更多的调整 如果不需要效果了 选中以后 点按Delete删除 添加转场同样很简单 首先进入转场界面 双击 就能自动的在片段左右都添加上转场 如果只想添加一侧 选择片段的边缘 双击转场就可以了 当然 你也可以将转场拖拽到两个片段的空隙中 来完成添加 添加转场的快捷键是Command加T 默认的转场就是最常用的交叉叠化 你也可以找到自己常用的转场 右键点击设为默认 现在我们看到转场的时长都是1秒 在Fundercad Pro的设置里面 你还可以更改转场的默认时间长度 在右上角的检查器里面 点击颜色就能打开调色板 现在很流行使用色轮调色 不过大家可以看到色轮 对于操作范围的要求 明显比刚才颜色板要多得多 为了效率 你可以在检查器的顶端双击 就能快速展开整个色轮了 如果你想每次调色都是默认色轮 可以在偏要设置里面进行修改 不过我个人觉得 颜色板调整曝光和饱和度都挺方便的 占的位置又小 所以一直默认的还是它 轮到真刀真枪调色时 还是要切换到调色工作区比较方便 最后讲一下颜色板旁边的视频裁剪功能 你可以将视频像图片一样进行裁剪 变换和缩放 点击这个返回 就能快速撤销调整 这个加号是关键帧的添加 这里我说一下我对关键帧的理解 关键帧就像一个勇猛的将军 会牢牢把守住视频当前的属性参数 并且它会向左右出击 征服其他的领地 以缩放为例 一个视频如果只有一个关键帧将军 那么所有的领土都会被它征服 当你调整关键帧参数时 这个视频的属性都会随着关键帧片段而变化 如果视频上添加了两个关键帧 那么这两个将军 首先会征服最靠近自己的片段头 或者片段尾部 变成跟自己一样的属性 而中间的范围就是战争的胶着区 因为这两个将军的武力值是一样的 又牢牢地把守着自己的城门 所以中间的区域视频的属性 会从一个关键帧的状态 线性变化到另外一个关键帧的状态 一般来说既要理解关键帧中间的变化 同时也要理解关键帧对视频开头和结尾的影响 最后裁剪等功能除了可以在这里使用数字调整之外 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变换按钮 手动拖拽 为了减少物操作 可以在这里面缩小一下显示比例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一旦你点击了这个按钮 进入裁剪功能 时间线的浏览头就会消失 避免你晃动光标错过要调整的画面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浏览头不见了 查看音频与视频浏览器也是开启的 那你们很有可能就是不小心进入了裁剪状态 影片修剪完毕之后 我们就进入最后的导出环节 我个人认为Final Cut Pro 10的导出有些过于简单 所有精准的设置都要在另外一个软件 Compressor里面进行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Final Cut Pro默认的这些设置也就足够了 点击右上角的共享图标 会弹出母版文件 App设备等选项 大家不要被这些预设迷惑 按照我的操作来就可以了 选择母版 快线键是Command加E 就会进入导出界面 你可以在这里修改文件名 下面这些信息可以填 也可以直接用默认的 重点在第二页的设置 如果你想导出视频 传输到其他软件继续编辑 减少花质损失 那么选择母带录制下的视频和音频 然后根据你的素材码率 选择不同的ProRes编码 在右下角能看见预估的文件体积 这些ProRes编码文件体积是非常庞大的 不适合互联网的传输和存储 所以如果你已经完成了手头的工作 需要存储或者上网络发布 那么编码器选择H.264就可以了 视频底级可以得到非常好的压缩 最后在操作这里面选择仅存储 点击下一步 定位需要保存的文件位置 就能开始导出了 需要注意的是 现在导出的文件 后缀是.mov 是苹果研发的一种文件封装格式 具有良好的兼容性 但是如果你想获得后缀为.mp4的文件 就需要在格式这里面更改为电脑 编码选择较好质量 我们就能导出.mp4文件了 这两种导出方式中 虽然母带录制的选项 码率会比电脑这个选项高一些 但我个人觉得区别不大 你想要.mov 就选母带 想.mp4 就用电脑 为了以后导出更加方便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添加目的位置 然后对默认的导出格式 做一些修改 比如现在呢 我就可以把原本是 母版文件的格式改成电脑 那么母版文件 就成了一个空壳代号了 这样呢 当你下次点击快捷键 comment加e时 就不用调节参数 可以快速导出了 在添加目的位置这里面 我们还可以顺便 把存储当线帧拖拽到左边 可以用这个功能 快速的给视频截图 好了 以上就是FundMe的Proton 的完整入门操作流程 FundMe的Proton 虽然是一款专业的 视频剪辑软件 但是操作逻辑非常直观 对信用来说很友好 在本教程中 对于一些重要的专业概念 我用了打笔方 举例子的方法 希望能帮助大家 更好地理解 并且呢 我还把操作上面 一些会造成困惑的地方 比如浏览头的丢失等 也就尽可能地列举出来了 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在使用 FundMe的Proton的过程中 不要被工具束缚 能把精力花在 创造自己的视频上面 感谢你看到了这里 制作本视频 花费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非常多的知识点和技巧 都是我自己原创总结归纳的 所以呢 如果本视频对你有帮助 非常希望你能给我点个赞 你也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 并关注我 我将持续地为你带来 更多精彩的苹果生态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